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麼知道 這是格勒那怎麼查 這說明連他也不清楚 你想 格勒替誰做的事 他要查 不過就說明 難未也要查 你是說 難未也不知道 那是 誰 誰在哪 你們幾個 快去看看 欸 就這麼近的距離 東西果然容易被發現 啊 原來是你們幾個 行李快找 快回去闖消息 他們在這 快點了 你們在找人 明皇是誰 明皇是明皇啊 你 你不是 你不是知道他嗎 奇怪 明皇不是老早就死了嗎 好哦 你該回來的 他要跑了 跑得真快 那牽引傳遺的人 莫非是那什麼格勒 應該是吧 余姐姐 你怎麼就像造神了 沒什麼 我只在想尋明交和明皇有什麼關係 他們體驗那個先生 我是什麼人 雨昕 你怎麼總有這麼多不能說 不想提示呢 欸 雨姊姊 這一直扮回那麼明白 我們還是不要想的啦 怎麼這邊還沒有改掉啊 又被發現八格 寶可 你想幹嗎 逃兵 我 小昭 我要走了 滅兒 雲禎的事 我得自己去搞明白 即便那日亲眼见他身着玄冥教服侍 但眼见或许也未必为实 毕竟若非他提醒 大撒官怕失 方才想着私下顿走 免得还有离别一事 毕竟我等江湖人是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要走快走 小赵 那我走了 走你的吧 殷公子 小布点 你不是觉得英雄其实有事没告诉我们吗 他要走你干嘛不拦着他 拦他 他有手有脚大户人一个 谁还当真能拦他呀 英公子身在天玄门 他也需做些自己的事情 哈哈哈哈 小兄弟们 别来无恙啊 可真是 巧了 王炎烈 你带这点人也想来抓人 将军所托之人 你休想动 不不不不不 我可不是为了抓他们来的 哈哈哈哈 我要抓的人 是你啊 你上回给我的那一刀 哎哟 可疼了 我到今儿还回味着那刀锋 从眉毛上滑过去的滋味 刀在骨头上过去的咔的那一声 今儿我把这一刀还给你的脖子 可好 这 今日曹大人是为送我们而来 此番 我们定会护你安全离开 哦 对了 曹无名 忘了和你说 吴将军动身回京城了 我看呀 反正你也赶不回去了 不如就让我送送你 让你陪他下去喝杯水酒 这话 难道 朝中有金贼戏作 还是他得了什么消息 是朝中人要对将军不利 不好 我需赶快返回 追上将军 曹某人非贪生怕死之徒 只是今日需去寻将军 需 诸位助我逃脱 拦住他们 我看你们在跑啊 又让他们跑了 又让他们跑了 我看你们在跑啊 我看你们在跑啊 大恩不言信 曹某人告辞 哼 这一丝还真是命大 九阴大人 彼人追那剑客是因为 是因为那是送黄承司的人 黄承司肯定会有地脉的 现在我不需要地脉的消息了 九阴 白 白鼠将军 还请叫我记手 九 记手 我有话和你说 这位是 啊 二位大人有事 那 彼人先行告退 将军找我和事 是圣女让你来 记手 地脉你必须得接着找 嗯 圣女改主意了 她之前还说要九阴探查十轮之力的呀 哎呀呀 先别提圣女 你得知道主上手底下不是只你一个人 她怎的就知道什么东西藏在大撒关 怎的就知道绍兴二十七年有人绘制地脉图 这 那主上为何至今仍旧被困在幽界 主上之前探查地脉是为了别的事情 并非为了出来 也就没留心过上古法阵 现在可不一样了 嗯 将军为什么知道这些 还告诉九阴 将军不一直是圣女的人吗 这 哎呀呀 你别管这些 主上发现刻盘和地脉之间有什么联系 她想要刻盘 但目的和圣女不一样 将军说的这些 圣女知道吗 圣女 圣女肯定猜到了 她早前就不想主上出来 肯定是早就注意到了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终于快到兰州了 哇 于夕 你怎么突然就 哦 我知道了 你着急找摘女 当然得将沿途的事告知摘女大人了 况且摘女大人也应该会有重要发现才对 啊 于姐姐 你就这么信那个摘女 依依 不可以这么说话 摘女大人当然会帮助我们的 我倒觉得 靠她不如靠自己 你看她 都只知道叫我们自己去过去里找提示 阿凉 不可以这么说摘女大人 好了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摘女无所不能 行了吧 呃呃呃呃 于姐姐就知道说摘女摘女摘女 都是没完完 不可以上回anching 呃呃呃呃呃 卫把时俩当过出去 末多小钱的和他欲 藏了不少事情没说 阿良 摘女婿查探的事情 可比我们要多 无暇他顾也是正常 就算有事隐瞒 也只是未到 需我们知晓的时机 你不可这么评判他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我们进城再找找 他或许就在城内也不一定 诶 御迟哥 这兰州城内的下金兵 混在一处 居然不打架 真真是奇怪 以往他们不都是 相见眼红 恨不得活死了对方吧 那是因为 没人让他们打 那就不打呗 打来打去 也不知道是给谁打的 诶 于心你看那边 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都散了 都散了 甭看热闹 快走 快走 找你家大人去 再不走 坏人就来把你抓走了 他说我们是坏人 没错 我们是来接手这里的 左右为一 出 出辱为同 这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什么 石之戏 那位大人已经进去了 知道了 你们可以走了 他是为圣女去探查的吧 没错 我们还有要事要办 走了 好 告辞 那位大人 我估计他们说的人是九英 九英 要是他也在 那 刻盘难道在这怪异的门之内 这门似乎极不稳定 这门内有种力量 似乎是时间 怎么会这样 时间 欲知哥 那这门之内 岂不是和你的印记开启的石之戏一样了 或许 但我可没这力量 在环宇内开启这么一道门来 走 我们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 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 队长 身体不停使魂了 怎么办 不知道 老子的头也好晕哪 阿琉 这 这里似乎真的是 是石之戏 石之戏真的会 会降临在环宇内 是 什么意思 听你这话的意思 石之戏 是不该在环宇内降临 还是说这是什么恶兆 会带来什么灾难 这 是 究竟会如何怕也不好说 我只知石轮宫有记载 石轻石夸踏时空 会混乱石律 但这毕竟一直也只是传说罢了 这样吗 我手臂上的印记 带有的石轮之力也说是传说 这年头怪异的事情真是一茬接一茬 别聊这些了 你们快看看这些兵啊 你们就没觉得他们和外头的那些 似乎哪里有点不一样 他们是过去之人 此处石律早不存在 历史烟尘已是浑水一潭 咦 小心 他们似乎还被石轻染了 我就猜到 上 既然有人陪你们了 我就先告辞了 好 诶 等一下 他怎么打啊 嗯 这关 我记得有宝物吧 记得有 有只猫 诶 有宝物 对不看到了 没有 没有随属性的门吃亏的啊 嗯 这样子吧 必须先摧毁石之源 削弱它的影响 石之源 这些怪物的力量被削弱了 一鼓作气消灭它们 诶 没语音 是啊 是啊 这地方真是危险 十二十 石之源 可盘 又是一块儿啊 哈哈哈哈 我要拿到 不 等等 不是我 你 你是谁 为什么要 可盘 是我的 我的 阿良 阿良 你在想什么 怎么突然就 神色这般古怪 我 我没事 我拿到刻盘了 我先净化食物 以免实在凝聚 我来 这星鬼刻盘碎片并非一眼就能看见 九阴在此要找的 恐怕不是刻盘 我们还是再探探这儿 这 那好吧 但还是小心尾上 是 是那个人 夏侯大哥 你又要去哪里 你消失了那么久 别跟着我了 我要去和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这么久 你终究还是放不下 我早说过 只要十轮还在运转 只要七要还在天顶分聚 但 但若是你真的重降下楼兰 那 那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他曾说过 这里与幽界不同 这里充满生机 他不会愿意你 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推测 何况 哪知是当初 如果知道如此生离当年不如 就是尘世毁灭 又如何 夏侯大哥 你 你变了 以前你 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但若不当初何来今日 早年的夏侯仪 在天目降下的那刻就已烟消云散 而今 我算明白了当年获庸所为 为何要将未来的事 留给未来 这是 这是 这难道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个人的话 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吗 这是 这 玉石哥 这是你 那女孩是谁 这难道是 你要去哪里 现在 就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玉石 每个人都有一条必须要走下去的路 就算众叛亲离 这点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你 你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 你早就知道我到底是谁 是不是 哼 知道了如何 不知道 又如何 玉石 我们 来日冰戎再见 那 这些话 什么意思啊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 怎么 为什么我也不在 是 那个时间到了吗 呀 谁来了 这 她 她看得见我们 喂 喂 依依 休得无礼 这人 像是第十三代斋女 葛芸一 葛芸一 她好像看不见我们呢 但她又嘀嘀咕咕的 难道自己在这儿自言自语 啊 原来是尚且不存在的人啊 果然 事情还是按部就班的在发生啊 时间的力量一直只存于传说 但时间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我每年的这时候都会在这儿等一会儿 就想等等看是不是会有人来 想来 这时候来的是那个人吧 你去家下之窟吧 那里欠你一个答案 我们 我们快离开这地方吧 太诡异了 先去 去家下之窟 这十三代斋女的话 是对我说的吗 呦先生 十只戏降临的环宇内 为什么我还是没法查探 你实话告诉我 你让我别管十轮之力 别管过去的事情 我往里到底藏了 藏着她的过去 她的野心 她死而复生的秘密 嘿嘿 圣女 事态已经失控了 十轮的力量 已与世间万物产生了呼应 但你现在才发现哪 是不是为时已晚了 哦 也不是 这些事可不是你的 优先生希望你知道的 是 是你 你居然还在 我以为先生早把你炼化了 你倒是说说 什么叫事态已经失控了 什么叫 死而复生 嘿嘿 死而复生的事我可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一天我死亡的那天 他重新诞生了 你的优先生若非得了星药之力 可没法吸了那幻剑之魂 幻剑是混沌华丽之物 其魂连龙猴都掌控不得 你的优先生 若非奇缘巧合 怎能炼化得了 死而复生 死而复生 作用只有一次 哼 十轮功藏着新鬼刻盘 就是在用这刻盘的力量维系早已该覆灭的 所谓的世间平衡 你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事 记婚之人所知当然多 你的有先生想练化我 不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记忆 得到真正的创世之密吗 哼 那就试试吧 时间和刻盘两个都该是我的 邪魔外道 天之大道 将涌在我十轮功这边 而你们各有野心 各有欲望 原生的罪孽会让你们自己斗争 让你们一步步推向最终的灭亡 这团光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曾在镜中常驻 也曾因灯盏而现 更沉入过深沉的景象 我终于明白 看不见 有时并非因黑暗 而是因光芒 你想要这样的光吗 这就是只小小沉腰 装神弄鬼 还不快快现行 看本君不将你打回人 沉腰 那这岂不是海市圣楼 什么圣楼 这分明就是传说中的天地阁啊 啊 原来是天地阁藏在圣楼里头了 终于开天地阁了 这么一来 岂不是说各个天地阁都能通过海市圣楼连起来 哦 也对 这样才方便招贤纳市啊 小布点 你倒像是对这天地阁挺熟悉的 那当然 不熟悉 就是听说过 反正大致就是在天保年后 有个什么 丝 就是有批能人一事消失不见 据传是藏进了圣楼内 这才有了天地阁 此后 不能为人说道的事 就都在天地阁内办了 反正带刀带枪的江湖人 多半也不想被朝廷注意 肯定也会在其中活动啦 唉 事过境迁了 现在天地阁中竟然多了这么些人 都不是康平斯的地盘了 今儿 今儿 今儿这紫双云之 这 真有价 嘿嘿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嘿哟 我还能让你小子看不起啦 要知道 那 那长安城里 有条路的名就是专门为了夸赞本大爷的气魄而起的 夸赞您什么 夸赞您酒 不 云之量高吗 嘿 小子 听好了 开元末 西国献狮 这长安西道 铁龙炸裂 士族惶恐 黎明逃避 眼见那狮子就要伤人 呸 一壮士月初大喝一声 猛的射服雄狮 后 长安居民为祭祺威武 就将那路的名更名为壮士大喝之词 尼门不要放 哼 这怎么还带口音的呢 哈哈哈哈 那天云之吃多了 舌头 舌头有点不利索 嘿嘿嘿嘿 好嘛 感情还是靠着云之壮胆啊 阿灵 你 你使心法后可有不适之处 哦 你说这事啊 没有 以后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这 嗯 鱼蜥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那个九音似乎有些奇怪 我感觉不到他身上的气息 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生灵 或许他不一定是生灵 什么 我曾于十轮宫典籍中见过 这世间有创命之术可造人偶 行走如常甚有思想 只是没有情感 你说他是 人偶 只是个猜测罢了 九音出现在十之系里 估计不是巧合 免 你是觉得 他 或者说是玄冥教 也在探寻过去 是 但我奇怪的是 他为什么要进十之系探查 或者说 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几个 也在探访过去的 你这么说 是觉得他们此前 偷听了詹女与我们的谈话 这要么是他们一早就在 找过去的事情 我们落了后手 要么就只能是他们 从别处得了我们的消息 这 确实可能如此 只是此事深究起来 怕是又得费些时日 罢了 先不管这些了 我在十之系中所见 家下之窟应该在兰州附近 还是先去趟家下之窟 毕竟那里或许能得到更多刻盘碎片的线索 总不能一直这么摸索 于希 你是不是知道那铁手的男人是谁 这 我所知只有一人是铁手 那人名唤父姓夏侯 明仪是个邪道中人 邪道中人 但当日在十龙宫内 也是他出现阻止了黑衣啊 这人倒奇怪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